小罗出品必俗精品 各位好我是小罗 看到对面阵容 哎呀又得不得了 已经叫早点买破脚的装备 要不然中后击打团打不过 这一把前排就交给我 后排就交给猴子了 咱们在的法师是个工具员 所以叔叔全看我 对面张飞带干摇 无非就想约他 马可带眩鹰 看得出他太年轻了 这一把老猪不打野 那他前期就是一个猪崽子 直接来看到对线 一把马可被我压着来打 有辅助也没用 我是有二级的人了 一套一二一过去 小罗地瞬间长选 这个时候他以为我不敢杀了 我直接一个反滚 一炮拿下一选 为什么我这么记性呢 其实我是看到队友来了 所以必须秀上一波 来继续看到我这里 一个反滚二技能预判 再接一炮 这个时候马可出来给我队A 咱们咋个打野来了 连波也有想法 连波就要进攻 而且干扰也好了 看意思是要月塔强杀 我把张飞打弹 小罗地就让原地翻盾了 张飞没有按住干扰就死了 比我双方都有干扰的情况上 后手是大以相守的 张飞可能是想绑马可 可是这个马可太年轻了 你看他现在还不走 等会又没了 这一局 我方连波给四野非常到位 由他在前面给四野 扛张打控制 我发育非常好 这边张飞看着连波都拿他打 以后直接喷我了 这个时候不要慌 他们输出没跟上 进化就不要浪费了 这一波连波跳大 我只管在一边A就行 猴子跟上 四位就要给他 又塔弹的话就交给我 我跟上A死了两色 然后的话做过生打巧条 猴子两个马他打杀 一架泥炮把他带走 五分钟不到 比分九比一 对面没得完了 因为有我专门的菜场 不可能给他们打后期的 五分钟不到 我无尽就做出了 对面还想什么呢 哎呀都说了 这个马可太年轻了 被动没跌就直接撞大 我还真第一次见 看到我的出装了没 这样出装掉打他们的前排 可以看到等级 八级打五级 那就是小意思 对面老猪来放了技能就跑了 留下一个张飞 一直被我纷争着 最后的话没人来救他 只能被我送回家 可以看到我都很早圈军了 再扎一个就超神了 小枪状态不是很好 我直接走黑过来 一技能翻滚 一炮将他打三 最后二连杀到手 一技能后拉 二技能预判 要射像狗一样 被千来弄去 这一波的话我拿到了三连杀 起飞党 看到我尊上香这么强 最后敌方被破头强了的 好了本期先到这里 觉得不错的朋友们 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